我們都很透明、很清楚、很悟著 這樣加起來總人數大概在200萬以下 那我們因為有準備233萬的量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不用抽籤 那不用抽籤就是像院長講的 第一批都讓他拿到,這樣感受最好 他就很成功了,我們再發簡訊 這樣子就比較沒有詐騙的可能性 那另外過去有聽到在抱怨說 防護衣、醫療器材不是口罩的 那些部分有沒有 隔離一個N9 上週其實萬件都招貨了 所以這週我們會把醫院整個抽出起來 陸續還會再招貨總共300萬件 這個高中生回來 因為其實實在是從境外引入 今天一早教育部就送10個國文槍 1萬片的口罩 讓家長跟低限的這些是安心的 這台去送完就不會去排隊了 所以排隊人應該怎麼會減少 看起來超商很願意嘛 你來我淋口罩一定順手買幾樣東西 全聯什麼也要加入啦 所以我是覺得如果能夠再請這些有賣完的藥局 提供給他多一點 還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只要方便、公平、不延伸其他就分 我都覺得可以適行啦 生產口罩的廠商願意這樣子加班 來生產使得口罩產量增加很感謝 我們除了加給加班會外 可以的情形下 還是盡量生產啦 但不要強迫會太勉強 有賺口請安心 有賺口請安心